虽然水看上去很漂亮 但是其实通过空中航拍 以及我们的航拍器 慢慢地抬高视角 望向远山山谷当中 这样的一个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燕色湖已经形成了 一个数公里长的 这样的一个注水量 那么其实呢 现在燕色湖仍然是以 每小时10厘米到15厘米的速度 在缓慢地 在一个小时之前 在空中所记录到的 现在我们所身处的 这样一个燕色体上 工作的一个画面 那由于我们现在身处的是 一个山谷当中 风势还是比较的大 所以我们的航拍器呢 并不能升空过高的距离 我们没有能够看到的 这样一个树状的 我们看到的滑坡面呢 是再次发生了一个 小型的山体滑坡 根据现场的这个工程人员 去评估开挖的泄洪槽 出现一个填埋的风险 也就是要保证 我们现在开挖的这个泄洪槽 对于上游的这个燕色湖的增加 我们再来通过 我面前的这个主摄像的机位 来看一看 重要 那么如果按照之前工程部的 一个抢险的进展呢 预计是在今天早上的 八点钟左右 可能泄洪渠就能够全部吐色 另外一种是更深的深褐色 其实这两种颜色呢 代表着这个山体 两种不同的活跃状态 我们看到相对较浅的颜色呢 是在五号的凌晨发生 最先山体滑坡 形成的这个滑坡面 而深色的部分呢 是在昨天晚上 山体不稳定的情况下 再一次发生了山体崩塌 所以就是在半个小时之前 我们现场其实的气氛 再一次变得紧张 而望向旁边的河道 向远出去望 就是我们所说到的 我们就已经能够看到 有住家户和村庄了 我现在所占的这个艳色体 距离陈家坝乡下游的 场阵的直线距离 有将近八公里 在这八公里的河道